用数据论音乐 这里是有你爱音乐 人生难得一知己 爱豆难得自作曲 在新生代乐坛多人混战 流量歌手们谁都想要分杯公的今天 不吹言不讲钱直轮作品和能力 更能让各位追星宝宝们 在自家爱豆身后站稳奖 今天小编来说说 出道至今不断创作全年活跃 并拥有一定姻缘成绩的大事爱豆候选 无论排名只说成绩 看看都是哪些少年郎 新生代歌手 创作富人榜之 蔡徐坤 2018年solo出道 出道至今参与创作歌曲13首 最近一年参与作曲歌曲6首 近一年有你音乐榜最高成绩 没有意外 连续三周冠军 冲不困秋不乏下不盾 无休郎模靠我坤 蔡徐坤 自2017年底以个人练习生身份 参加选销后成功出道 2018年7月就开启个人工作室 专心于音乐事业 截止至今正式发表了13首单曲 其中包括两张一批 出道两年几乎包办了全部音乐作品的词曲创作 并屡次挑战歌曲PD一指 在今年凭借样 获得由你音乐榜年度报告中 年度十大原创专辑Type 2 获得年度十大歌手 年度十大人气歌手 活泛性正同爱豆蔡徐坤的听众 忠诚度也很高 个人天赐作品没有意外 在由你乐榜达成三连贯的成绩 要知道在2019年达到或超越次成绩的只有五人 而其他参与创作的歌曲 均在由你乐榜取得不错成绩 没有意外 我只逃避在我梦里的舞台 你在谁的怀里撒娇被冲卖 要不回来 再爱 音乐人坤大胆尝试多种风格 听众曾野岁音乐而产生变化 由你乐榜基于TME四大平台的用户数据可看 2019年7月公开的自作曲 一样以13至15岁听众为主 到了9月公开自作曲《蒙着眼》 歌曲听众以23至30岁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 蒙着眼同时也在2020年 获得了由你乐榜年度报告中 年度说唱Top2 受众因为音乐风格的多元变化 日趋平衡与成熟这点 从宏观上也有体现 2019年1月 蔡徐坤听众 以13至15岁听众为主 到了2019年底 23至30岁听众 为主要收听群体 而男女比例分布上 2019年1月 女性用户近6成的战品 当蔡徐坤发表了个人作词 即担任PD的摇滚歌曲《重生》后 男女比例趋近于半半评分 也难怪蔡徐坤 凭借《重生》这首歌 获得由你音乐榜年度报告中的 年度摇滚Top3 我个人特别喜欢蔡徐坤的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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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To Get 《重生》这几首作品 而从全英文创作到中文创作 尤其是从Alban到重型的摇滚乐 这种出乎意料的跨度 恰恰说明现在的蔡徐坤 还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创作阶段 她既是舞台上的明星 也是创作领域的海绵 她还会不断汲取各种多元的音乐养分 并且用好奇冒险的一种精神 不断开启她的创造力 至于蔡徐坤未来 会在哪一种类型的音乐上 创造一种高度个人化的风格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这个阶段的音乐人 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没有孤军奋战 只有携手相依 希望物力新进 创作小夫人昆昆 继续努力 创作出更多优秀出彩的歌曲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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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